我这款椅子收到的话 一张就是这个样子啊 先拿着 来讲解一下整装 那我们收到的话 它这里有螺丝包 这里是螺丝包 三脚本 三脚板 这三脚本是两张的 那么现在的话拿了一张笔 这是螺丝 还有这个角片 先把螺丝造出来 那么有赠送的 安装这个小帮手呢 就是装这个螺丝的 那么说到这个木架的话 这里装了铁片 为什么装铁片呢 就是防止运输途中啊 这里啊 转来转去 因为之前的话 比较没有装的话 这里就容易断裂 那我们就是 加固一下 防止运输途中 那种断裂 那么收到之后 你自己家里有那个螺丝刀 或者电钻 把那个螺丝啊 小螺丝取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取下来不要去托 丢掉去就可以了 不用再装上去 那说到这两个架子的话 那看一下有时候 有时候你装的时候啊 这样架的时候可能 你比对一下 对的就是这样 那有时候客户 我们收到的时候 然后有时候你们是这样装 就这样交叉的时候 交叉的时候就显得这里偏大了 你看 装那个靠背啊 自己就装不上去 那我们是 正常搭 就是你反一下就交叉 反一下交叉 那么 装的时候就可能是 遇到那种脚不平啊 你先打椅子 这样放好之后啊 你放在同一块翅膀上对平之后 嗯 那我们来装那个 我们这种模式的话都是一样的 一样长的 那我们可以装靠背 可以装 那个 坐垫 那我们装上去就用这个了 那么装上去的话就是先不要锁死 先你让它挂挂就一下就可以了 同样的这边也是一样的 对这起眼睛 那个这里讲解的话就装两个螺丝啊 你们自己在家里就是装 装到 4块 那么装那个撒胶板 撒胶板的话 我们螺丝的话是从这里 穿过去 你看 看我们这边的话 这里的那个螺丝孔的话是平的 那我们平的是 那你不能 螺丝的话 你不能从这个平的地方这样穿进去 再就显得会短 那像我们这样的话 你看 就上脚板 放这里 那么螺丝通过这里穿过去 啊 我这里也是一样的你对起那个螺丝孔的一样 然后你 放在地上平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拧螺丝的时候 你不要一下把那个螺丝拧死了 拧死了有的时候你就 平不到地 可能会这边脚会翘起来 那我们 放平腿之后啊 你看这个腿已经不会那种高低脚 那我们就是把它那个 螺丝拧紧 同样的 那个三脚板都是 装两块三脚板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个是手工 那个 装的话就是可能偏慢一些 如果家里你们有那种电转 有那种六边线的转头 直接用转手装就更快一些 那我这里装的话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我这里装那个 长脚板这里的话就是 装两颗那个螺丝 固定一下啊 你们自己装的时候就 有八颗全部把它装 装起来 靠背也是我只装了两颗螺丝 那么自己装的时候也是 把后面靠背四颗螺丝一起装起来 然后如果脚 平齐之后的话 那你把那个螺丝啊 重新再剪一下 那我们装那个 做垫的 那最好你家里有那个凳子 你拿个凳子垫一下 因为我们垫的时候 那我们这里 大家注意一下 做垫这里有两个卡扣 其实这两个卡扣是 就是刚好卡的对应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的话就是 你倒过来 放 比如说放在家里 就在凳子上 你倒过来 那对方对应的 刚好你 挤住了拿出一把 那对应的刚好卡在这两个卡扣这里 就可以了 那卡下去 那卡进去之后就已经 OK了 那我们就装螺丝 装四颗那种制空螺丝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有 家里我们 有螺丝刀安装就可以了 我们安装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 这个坐垫下面有两个卡扣 一个卡扣 两个卡扣 一定是装到那个前面的 前面靠前的这个位 不然的话 我们装 坐垫的时候 你是装不上去的 你可以放下去 他你装螺丝的时候 就是装不到位了 那我们还有这种的那个 这个垫片 那我们垫片的 好 有些客户之前问到他就是 你不知道怎么弄上 怎么装上去 这个东西你就插这里 擦干净一点 贴上去 每一个也是擦干净一点 然后贴上去 有些客户在意就是 你这里怎么这么黑漆漆的 是不是用 用过的那种退货之类的 这个不是啊 这种是喷漆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 做的是油漆 碰完之后的话 你是放地上的 在地上 哪免会粘到一些灰尘 或者说那个漆之类的 这个不影响的 你如果说战役的话 你拿着那个 刀片啊 刮它刮一下也可以 这种正常 我们是不用去处理的 只要不拆干净 灰尘 面上这层灰尘 能粘住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它一直倒过来 这就是一张完整的 很完美很哇塞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